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 普通人和高手的差距在哪呢? 在于愿不愿意分钱和别人一起分享利益 这是明白钱的激励作用从普通走向优秀 高手和顶尖高手的差距在哪呢? 在于能不能找到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积累并提供价值 这是明白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 从优秀走向极致 有一次我和一些创业者一起吃晚饭 其中有一位呢是给企业和政府做咨询的 他做得不错 一年有上千万的收入 但是我依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纠结 他和我说 我们的每一单生意每一笔订单都是在阳光下欠的 我们不陪领导唱歌 不给别人送礼 不在文件袋里塞钱 就是靠我们的技术和服务 帮助客户提高效率 然后我们从中间分一点点钱 但是 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识的嗨一句 还有人说我们是破坏行业规则 甚至还有些人在背后搞点小动作 我不知道我们这么走 是不是真的能走通 到底能走多远呢? 我听完之后 既欣慰又无奈 欣慰他们能以很正的价值观做事 无奈某些行业的做法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就是对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公司都希望自己能够干干净净的赚钱 但是只要稍微挣一点点就根本活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所以才要请人吃饭 陪人喝酒给人送礼 否则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当你什么价值都没有的时候 别人才会向你开口要钱 我还在微软的时候和不少的政府官员打过交道 我和团队去见某省长 这边站的是省长 那边站的是我 这一排站的是其他领导 那一排站的是其他同事 然后大家一起去考察项目 一路上省长和我们介绍未来的规划 我也代表微软表达我们的期待 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会向你开口要钱吗? 不会的 如果真的能实现合作是双赢的事情 对微软来说拿到更好的资源了 对这位省长来说不仅帮助创造了更多就业 还能有更好的政绩造福一方 而他能获得这些远远比钱重要得多 当你能够提供真正的价值时 就不会有人向你开口要钱 所以我对这位创业者说 我没有收过一分钱 也没送过一分钱 你一定要相信你是对的 这条路不仅能走通 还能走很远 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 而你能提供的价值比钱重要得多 所以你也知道 人才培养 亲密关系 教育孩子都是如此 我们总以为给钱就能留住优秀的人才了 却忘记了员工真正想要的尊重 归属和自我实现 我们总以为给钱就能留住一个人的心 却忘记了对方真正想要的问候 关心和嘘寒问暖 我们总以为给钱就对得住自己的孩子了 却忘记了孩子真正想要的陪伴 共处和快乐时光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总有离职的员工 总有离你而去的女孩 总有教不好的坏小孩 我们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钱是最便宜的东西 钱也许换不来 良将如潮 完美爱情和一个好孩子 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也许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与你分享 第一 商业的本质是交易 而交易的本质是价值交换 我们怎么与别人达成合作 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呢 首先是你自己要有价值 如果自己不行 那什么沟通方法 谈判策略都不行 不能怨天尤人 当你有价值的时候 你再带着自己的价值 走到别人面前 说 这是我能够提供给你的 请问我可以和你换到这个吗 接着双方价值交换 平等交易 彼此双赢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 这就是为什么 会有很多人损人 因为自己什么都没有 两手空空 就想空手套白狼 最后只能想出很多阴招损招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最后不利己 因为不懂得价值交换 不知道要把自己的价值 放在对方面前 而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 别人不知道 能从你这儿得到什么 只好开口要钱 你也有天会发现 能用钱换的 其实都是便宜的东西 更贵更难的东西 只能用真正的价值去换 第二 一切商业的起点 都是消费者获益 在另一方面 世界是很奇怪的 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 别人只能开口要钱 但是当你自己想赚钱的时候 如果没有价值 你也赚不到钱 这句话呢 你可能已经听了几百遍了 耳朵都长茧子了 但是 也许还是会有人觉得 这就是漂亮话而已 虽然表面认同 但是心里认为 只有赚钱 才是商业的起点 不是 赚钱从来不是起点 而是终点 很多明星喜欢开餐厅 一开始热闹非凡 但是没有过几天呢 就门口罗雀 最后倒闭关门 为什么呢 粉丝喜欢明星 明星为餐厅带来流量 大家都想来试一试 心里还想着 万一能见到明星呢 但是吃了一次之后呢 就不来第二次了 因为根本就不好吃 所以没有复购率 而餐厅 当然是复购率 更重要 餐厅开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哪怕明星的影响力再大 都只能服务 附近几公里的 有限人群 但如果菜品不好吃 这些人都不会再来 没有复购率 有限人群 会越来越少 直到关门 消费者获益 提供价值 其实就是把菜品 做得好吃 这是起点 赚钱 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结果而已 但是就连好吃 这样简单的事情 都有许多人做不好 所以你会发现 让自己变得有价值 提供价值 是一切的基础 和关键 钱只是结果 价值比钱重要得多 如果你这样看 就会明白 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哪呢 有的人懂得分钱 愿意分享利益 他们甚至相信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的人懂得 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是价值 是积累价值 提供价值 如果没有价值 别人只能开口 向你要钱 如果没有价值 你也根本没法赚到钱 钱是结果 是这个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 比钱更重要的是价值 这是认知 更是格局 懂得这一点 可能很多事情 就看明白了 明白了 也就知道 该怎么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